我们今天说的是最聪明的一个系列 在动物界是普遍这样讲的 包括我们前面讲过的达尔文计划论 在这两个关键词 达尔文跟计划论 你可以在作品里搜得到 在以前讲过 虽然它是错的 但是它有一定的道理 适应在一些局部的地方 这个应当是如此的 包括现在科学还在朝这个方向 说我们今天要讲的自然可知了 就是猴一类的 猿猴它是两种 科目但是大的类目是一样的 说猴子基因组排序 相97%的人 然后那个猩猩呢 就是98% 黑猩猩呢 就是类人猿 这种现在所谓的猿 是这种 当然那个野人一定是更聪明厉害一些 所以它是99% 那我们就说说看 这个猴子首先是下午的15点 到晚上的23点 当然了 有地方时这一处 或者甚至还有这个 就是叫太阳 平太阳室 真太阳室 这个因为地球它不是圆的 这个我们就会专业的可讲 那个时间 你看到的时间 不一定是稳的 或者说一定是有稍微有差别 大概如此就知道了 然后猴子呢 当然是聪明 活泼 活泼调皮到什么程度呢 它敢挑战动物界的森林之王 百树之王老虎 它会拿一个木棍或者说徒手 它就敢挑逗它 只要旁边有一棵树 连人都不敢 人你有一个枪 你敢这样弄 所以说可见它的这个灵活性 胆识也是有的 喜欢冒险 当然了 它如果遇到豹子 它会上树 速度比它甚至还要快的话 那就有点麻烦 但是它可以从树来挑来挑去 还是它的机动性 所不能激的 然后再下一个呢 就是在23点到7点 或者说0点到8点 因为这个说法不一样 我们都快接近尾声了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问题 就是此时的 差一小时的这个问题 那星星呢 它会更温和一些 会更聪明 换句话说叫成熟稳重 那比它还聪明 然后下一个圆 就是从7点 8点到15点 或者到16点 那应该说更聪明 总之呢 这一类就是聪明 然后肢体呢 也是比较灵活的 你可以相比较了 去看看属猴的人 你不管哪个时辰出生的 它一定是很好动 很调皮 再稳重 它也看起来比较调皮 好奇心强 而且是唯一会用 这个动物界当中 会用工具的 当然是简单的工具 那除此之外 那只有人类 才是这样的 那真正的这个圆呢 我们科学科普探秘 这些可能也之所以一二 真的有那种 这个毛毛孩 当然都还有狼孩 所以这些等等 也见怪不怪 比起一些 不三不四的人呢 尤其猩猩 还有友好的多 他们说实在的很善良 群聚动物 有组织有纪律 人类的污染破坏猎伤 很多动物 尤其猴这一类 都是保护动物的现在